报应查试在三月底爆发 累积24人 请证6人不敌病魔身亡 事发近三个月 消息会17号也正式启动保龄案30人 团体诉讼 身为受害者的黄叔 均从事艺术测诊行销 在鬼门关前走一回不幸中的大幸 还是留下不可抗的后遗症 体力变差 做任何事情 行动变得缓慢 渐渐影响到工作保龄案 让他很失望 保龄查试负责人 没有保保险 负债累累 对他提起求疮 恐怕有难度 而消息会帮受害者家属 找义务律师团协助大家打官司 消息会会准备 未来的被告里面 会有其他的基业经营者作为被告 这样子才可能 为消费者谋取 最有可能获得赔偿 实际上从 五月中旬开始陆续和受害者家属联系直到六月十三号才正式面对面谈话 同意收取相关的用餐收据医疗诊断证明等等 如今走上法律途径 实际拿到求偿至少一年以上 相关的金额目前也不会有个答案 只是针对保险查试负责人处事的调查 北检透露部分的被害人解剖检听报告 尚未有结果 人在整版中 TVBS新闻杨清王思纯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